虽然瘦但是全部都是肌肉 全身都是肌肉 所以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于一个营养师对我的关心 因为他在我的粉丝团上面可能看到新闻所报道的 就是我PO出的我的晚餐的部分 他觉得说我摄取的蛋白质太少 会造成肌少症这件事情 我要再重申一次 你可能没有看我的影片看完 我不是只有喝鸡汤跟饭而已 那是因为我刚好有把鸡汤做好的那个分量 然后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它吃完 因为我懶得再把它包起来 分装放在冷冻库里面的做菜 就直接一碗饭 然后淋鸡汤拿青菜水果就这样子 但是不代表我是每天这样子吃喔 我的影片里面我都有讲我会吃蒸鱼 我会吃海鲜 我也会吃鸡肉 然后我也会吃烤的东西 只是说我会挑着吃我不太吃油腻的东西 但油份呢我是有摄取的 因为像我的身材上面我都有灵感男友 我也有讲了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气质会比较好 而不是代表说我的蛋白质是完全没有的 有有有 我知道因为我儿子他每天都在健身 他每天都在告知我说 就是怕我的肌肉太少 所以放心 你看一下 虽然瘦 但是全部都是肌肉 虽然瘦 但是全部都是肌肉 全身都是肌肉 还有优肉乳 我也讲了 我是原味的 没有糖 没有任何糖 是农场直送过来的原味的优肉乳 其实我不爱吃甜的 你们不觉得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有吃什么饼干啊 甜的东西啊 我不爱吃甜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大概有差不多快二十几年 我没有吃过蛋糕 包括我儿子生日 他要比我吃一小口 一小口一小口 我都不愿意 所以 谢谢你对我的感情 有人说 医生帮我调整的很自然 谢谢 哇 哈 给球齐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博易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博书瑶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一杰 你好 大家好 啊 啊 。 安辣 护 背部 一直觉得 宿吮座跟水瓶座 应该蛮不合的 你真的吗 对对 可是我还听 看什么看 快听歌了 快乐